大家好,我是那蓝小宝 看这庄说了吗? 昨晚上又飞海南了,还这里待着舒服 23次度,非常舒服 和大家聊聊 这两天我看,包括我们会员群里头都在转发 哪的车都别说了,在停车场被人撵出来了 直排弄的底下那么脏 视频看的是挺恶心 也许是他有意,也许是他无意 我猜他应该是无意的 黑水箱直排你不能在那,当我们忘关了 或者误碰了吧,真的这么想 这个直排目前来说在中国不适合 因为没有那么多房车营地 那个得专业的房车营地 专有下水,直接把那黑水直接插上 把那管一拧,对接了 现在咱们国内一共才十万辆房车 即使是专业的房车营地 包括我苏元那个就算挺专业的了 那个房车营地有下水 一次都没用过 因为他那个对接口 跟我那个对接口也不一样 为什么说一定要厂家和营地 都做成三寸的 人家不是说咱们非跟人学 人家一百多年了 人家那走过的路肯定是 也走了很多弯路 走到最后定型定的这个规格 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说关于这个房车这个 将来的房车绝对离不开营地 这是我建营地 现在咱们在全国有200多家营地 咱们这个收费就是 包括用电30 不用电就是10块钱 好多人问 为什么这么多商家院也跟咱们合作 是因为咱们是自驾车俱乐部 房车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自驾车俱乐消费多 而且咱们找这个营地呢 都是能吃饭能住宿 有这些地方 所以说人家商家商家 你房车来了还能做个广告 看着还热闹点 有个宣传 房车那也有消费 也会买一些土豆产 也不是说顿顿做饭 就这样人家非常接纳咱们 现在专业的房车营地 现在你收费多少 你不能存活 一共中国有10万辆房车 这是据说 你现在专业营地收费都是 基本是150是便宜的 那个都是100多 往上200多 人现在好多人就把这些 这个门就封上了 就不愿意进 没钱的人不愿意进 有钱的人都不愿意进 所以说 这个呢 他也不是说 他觉得花了这钱不值得 因为他那个就是供水供电 有的地方还是风景好点 而且这个 大多数的房车营地 原来就是为了 说句话 为了其他的目的 圈了地以后呢 最后干其他的了 就房车 他不喜欢你房车去 你房车去了还弄得挺乱 其实这也是 有些营地为什么要200 要300 人家没打算让你去 说白了 所以说 有很多专业房车营地 咱们也谈过 最后咱们现在一共就两家 专业房车营地跟咱们合作 但是价格比咱们呢 也都高了一些些 但是对咱们会员呢 还是有优惠 呃那个 那个那个云南有一家 海南有一家 现在咱们的 这个合作呢 因为合作不了 因为咱们这个价格 人一般也接受不了 将来房车营地要想发展 必须价格不能高了 你高了你发展不了 高了他就不进了 还是满地牌 你就这找那找的 有好多人说免费的 免费的东西吧 有时候是好 有时候都不靠谱 这免费营地去了 标上了 跑过去到厅晚一看到了 看啥也不是 要啥没啥 咱们这个每一个营地都严格把关 大部分都是我亲自去跑的 所以说吧 还是现在我也不求数量了 我求质量 哎 然后有一家说一家 把它质量弄好了 有多案能力发大光吧 现在反正就是在海南岛 现在我在海南岛 海南岛有45家 也陆续的在增加 然后呢也有不好的 那就是第一咱们不适合的 第二呢老板对咱们不尊重的 咱就把它给去除掉 然后呢咱们会员呢也是这样 会员如果你素质太低的 有两个老板投诉的 咱就把会员也提出去 然后我这是说会员费 每台车每年199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 也是本着为大家一个服务低廉 然后我下个月5号以后才能定环导游 因为组织大家一起把这些营地转一下 组这个环导游 这几天定准 第5号以后开持 开持肯定是5号以后 然后这两天就定准 因为现在这块还有几个营地的事 没处理清 处理处理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注意素质 注意素质 注意素质 要不就玩疯了 就没法玩了以后